请 好 好 陈仙台 请 请 请 女儿 好好好 妙妙妙啊 恭喜借元郎 又做了一首上等佳作呀 这词不是我写的 这位姑娘 这词到底是谁写的 刚才的小衙衣啊 跟公子您擦肩而过的 衙衣 可是刚刚 与我们一起迎宾的小衙衣 正是 她说她姓李 和我是本家 李佑 陈仙台啊 这 你就不够厚道了 为了和借元郎较劲 竟然让人假扮衙衣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布朗大人 这李佑 她果真是个衙衣 她当真是个衙衣 今天在办坊 我随便找了一个新衙衣 这江南闻风之盛 真是恐怖如斯啊 随便一个衙衣 就能做出这等好词来 刚才那戈基 是和牙医打赌 她若写不出好词来 就让人开戈李佑回家 若李佑写出好词来 她就吞了这张纸啊 混账东西 再敢胡说八道 我打烂你的狗嘴 我 莫冲动 这什么时候 一个戈基 也能在本县当家做主 当本官是死了吗 县队大人 下官以为 是戈基 细说而已 是吗 你说是不是 哪有 哪有 你说 你说 你想好了再说 万事有我 但说无妨 尽管直言 须将谢内 本官替你做主 却有此事 这等誓词 连我都写不出来 你一个庸俗的割击 让你吃这些东西 简直如同味诛 暴天天悟 那就改吃两张白纸吧 这等好词 我等 还要好好地品味品味呢 你个老家伙你 莫冲动 莫冲动嘛 千年王八万年贵 乌龟王八活得长 该人则人 方能出头啊 好诗 好词 貌美如花 才艺绝佳哦 这主意好 主意好 词作更妙啊 女儿啊 人口气 快 吃了吧 女儿啊 没办法 不吃没办法跟大人交代 吃了吧 妈妈 我吃完了 这昨天派出去的兄弟啊 到现在还没回来 抓不到人还敢回来 回来找打呀 啥 这牙医破不了案子 还得挨板子 刘 没准你能躲过去 听说你写了一首好词 今天县城里的人哪 可都传开了 随便闲闲 二郎 快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赶紧回家 这个裙子怎么又活的 什么 好 让让 王叔 这账算得可不清楚啊 这账我查得很清楚 绝对没问题 老王 你可要跟秀秀交代清楚 要是不清楚 要是不清楚 明天 不 现在就跟我滚 敢问我小姐 你 小刘 夫人 懂了吗 懂 你看 坐 是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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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事 不是 没事吧 又是你们官家找事 找什么事啊 你找茬吧 你知不知道 好汉不拦路 好狗不挡道 你说谁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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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年纪了 还不懂规矩 什么叫规矩啊 我家店子就开在这儿 我轿子就停在我店的旁边 这就叫规矩 懂不懂啊 这个大可不是你家的 你知道吗 这半个须疆县城都是我官家的 你明白吗 脑子明白吗 你怎么不说整个县城都是你家的 大家伙来看看啊 刘勋俭家的夫人和官员外家的夫人 在这儿吵架呢 快来看看啊 快来看看啊 闭嘴 关 我跟你说 今天你是碰到我了 娘 娘 娘 怎么了这是 师娘对不起你呀 师娘害了你呀 十七年前 为娘回不该贪玩 把你给摔着了呀 十七年前 我娘这反社会也太成了 娘不哭不哭 娘不哭不哭 这这是我知道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今天看见老姜帅的 光当一下就砸到地上了 你直接就昏过去了 头上还这么大一个包呢 你别急你别急你 娘不哭不哭 老郎啊 当年生你的时候啊 我和你娘啊 给你找了个算命子 给你算了一个 这个算命子说呀 你就是天上的温曲星 你将来就可以壮人疾地 这是我知道 当时娘带了二两银子 全给算命子了 我当时 我都不能回来的 别说了 娘 这兴许是那个算命先生 哄你钱的 儿子 昨天 你写了一首 让全城都叫好的词 娘这才想起来 如果当时我没把你摔着 如果你爹 早点从那个衙门里头 把那个铺头的柴石给撕了 你早点上学 你现在至少也是个秀才了啊 你别怪我 娘 慢慢说 我儿现在啊 才是个牙医 是你娘我断了你的 庄园路啊 娘 不哭不哭 多大点事啊 娘 你不都说了吗 我是这天上的温曲星下凡 只要我啊 腹中有才华 只要你儿子肯努力 娘 我肯定会有出头之日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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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相信我没事的 不哭了不哭了 快快快快 老五老五棒子 是 我输了 你输了 你输了 来 爹给你倒上啊 来 喝 来 喝 真好 喝 好 娘 你今天怎么正好 让我爹喝酒啊 今天呢 咱们家有大喜事啊 你也多喝点 别光吃菜啊 好好好 二郎 跟二郎喝酒 好 二郎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还有更好的 真的 真的 是吗儿子啊 干着呢 儿子 儿子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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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儿子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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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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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生 哭什么啊 先生 这 这先生怎么哭了 这好是不好啊 买布去 买白布 买 买白布 这 谁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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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爹 挂 挂 挂在这上面可不可以啊 我挂你脑袋子上可以不可以啊 这儿能挂吗这儿 谁看得见呀这儿 那过哪儿啊 得找一明显的地方 哪儿明显 这儿 门楼子那儿 好 好好 走 公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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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刘 别认亲词你也来亲听得懂吗 好一个官胜的后人啊 人高马大 有力竟然来看舞不练舞 官胜的脸让你给丢光了 你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连个儿子都没有 官胜的血脉就断了 那咱们喝酒 喝酒啊 我女儿国色天香 找一个靠谱的赘婿 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像她 老刘啊 怎么了 你的女儿 她女儿啊 就连见陌生男人都不行 这一见啊 就犯病 好消息 好消息 别吵了 听我说 好消息 听我说 听我说 李佑又出星座了 李佑的作品已经被抄写出来了 大家想不想看哪 想不想看 李佑是谁 想不想啊 想不想啊 来来来 我看看 那个李佑是什么人啊 都看看都看看 那是你老捕头家的二郎 去做了牙医 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婿就好了 真的 别急 别急 你说什么 女婿 是 让开 让开 给我 我是巡检 给我 我是须香首富 给我 行了 行了 你 你 告诉我 李佑 住在哪儿 坐酒 坐酒 李佑 住哪儿 从这里 到这里的河堤功臣量大 以下官的财力还是不够 还需要布朗大人的鼎力相助 若是能减免两万两财粮赋税 剩下的 下官自行筹措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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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一万两 护部也是捉襟见肘啊 张开嘴 嗷嗷待补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两位大人 李佑又出心所了 哎呀 不宜 陈县台致下 一个白身衙役 竟有如此的失彩 足见教化之功 不敢当 相关也是刚道人 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请随我来 走 公子 公子 公子不好了 老公 和市啊 李佑又出新座了 爸 醒了 把醒酒茶喝了 娘 我昨晚晚上是不是写诗啊 好 你等着啊 写了 就是这个 娘啊 也不懂得好坏 可是把你爹可记得坏了 这不嘛 带着你哥上街上张帖去了 藏天安大地啊 这首词中绝皮 竟然醉酒随意响 这回 这回 你 儿子 我得快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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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啊 去 去 来 来 来 看给我这个 儿子 儿子 你把醒酒茶喝了 我回来 大哥 娘 我回来 大哥 混蛋 哇 后生如此俊俏 跟我们家秀秀 很配 小 女婿极致俊俏 跟我的女儿席语 真是绝配啊 等等我 女婿 你什么意思啊 啊 知县大人到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荒悲化身 何事 爹 你这干吗呢 赶紧撕掉啊 撕什么呀 撕个屁 你不是我撕去 现在扯下来也来不及了呀 你说 你一个赌博 一个喝酒 这样不好吗 你也得把我的诗词贴出来 这暴铁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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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贴出这第二手来 人家咋知道我儿子有如此的失财呀 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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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时秋风悲化山 邓闲便去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已变 离山羽霸情消伴 泪雨淋漓终不愿 何如薄信锦衣郎 笔翼连之 当日轩 须将理由 果真是江南辞胜 李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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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这么好吗 你也别罪 李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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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苏爱喝酒 很容易灌醉的 李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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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左好赌 这就好办 李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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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压北方殊胜 自觉诗词当时难觅低手 特来江南败回群银 欲借此扬名于天下 谁知才下得传 便欲一个牙裔诗才如此 第一手 却让我望尘莫及 苦思量业 都未能写出一篇疲惫之作 又见第二手 这绝世之作 盼了 丢人如此 不还是返乡去吧 既生云 何生亮 既生云 何生亮 李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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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 Octo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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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出自清代词人 纳兰性德 不过相比起来 这首《木兰花令》它的艺术性就更高 纳兰的词多凄美眷勇 这首《木兰花令》 《弥谷决绝词》 《剑友》更是其中的翘楚 它仿作古人的决绝词 一个感情被抛弃的女子身份 一种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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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中的 Courtiyor 了嗎… 正是这种人人都有的感受 被纳兰姓德一口道出 才使得这首词成为千古名作 后面 后面词的两句引用了两个典故 第一个就是班杰鱼被汉成帝抛弃 就像秋天的扇子一样 大家想一想 扇子到了秋天下场是怎样的 这不用多说了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扇子的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杨贵妃 杨贵妃她和唐明皇 不管那么多了 不管怎么说总之一句话 爱过 是杨贵妃